港股看到昨天市况比较偏弱 恒指创了三个星期以来低位 可以说现在联储局出到来 初博外围的反应好像偏负面 因为觉得它是鹰派 内地昨天公布了经济数据 也差过预期 看到A股又跌 也拖累了港股 刚刚开波前 你也有说说现在港股是双面夹击 是的 跟我们分析一下后市的走势怎么看 最主要是双面夹击 其实以近日来计算 外围的市况也可能相对比较波动 特别是夹晚的时间 美股也有一个比较差的表现 但是如果根据以往的情况 即使外围差也好 只要A股的走势方面 可能比较稳一点的时间 对港股来说也有一定的支持 而且就是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 即使外围差也好 那你这些北水 可能你说 叫买一些大的 像腾讯这一堆的话 对市况也有一个比较好一些的帮助 但是问题是你看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第一 北水 都是出现了一个正乎出的情况 第二就是说A股的走势 其实昨天也真的有点走样 就是昨天的时间 你看到好像 创业反指数也好 深程指也好 跌幅也真的不是小的 而且昨天港股的下跌 即是硬度的时间 都很明显就是说 受到A股的拖累 所以如果今天真不幸地 外围就比较差 如果A股仍然比较危险的话 似乎对港股来说 都真是那个影响 都真是不可忽视 而且有一样东西 我以往的时间 程度都强调的 上众子 就是你说3450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关键位 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 比较不差的 就是这件上众子 都不断是冲高的 但是过去这半个月左右 上众子就转转地回落下去了 现在弄一弄一弄 又是3500这个位置 所以就变成下一步 大家也要留意着 就是说A股 即是上众子 3450这个位置 能不能站得稳 假设这个位置都七手埋的话 似乎就是那个情况 也就变得比较差 而港股方面 又今天看看能不能够 可能看看28,200到这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收得稳 因为28,200应该是上个月 5月尾的时间 这些低位的支持 如果看看大市能不能够 这些位置能够站得稳 但是一旦这些位置都穿迷的话 整个走势方面 就可能有机会进步转差了 所以大家都是 如果本身真的潮污比较多 甚至乎 可能本身自然的时候 比较进取了的话 现在这一刻都可能考虑一下 稍微减货会比较好